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好看 对 可是我要先问你啦 你觉得我是好妈妈吗 你是好妈妈吗 因为我觉得吼 就是我好像不是很想要理我的小孩 这个你常常在反省这件事情 对对对 我总是陷入自我怀疑 就是我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 他为什么那么爱我 可是我觉得你真的 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 真的哦 比起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部片的女主角的妈妈 好太多了 那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一个好妈妈 她的条件应该具备哪一些 好妈妈哦 好婆婆 你在说什么啊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就是有一个感冒药水啊 就是有三只雨伞的啊 谭爱珍啊 好 对啊 的那一个 所以是好什么 好太太 好妈妈 好婆婆 然后我的那个嘴巴都要长很大这样 对就查了一下那一个什么 就是三只雨伞不要有路安的那个广告啊 他那个雨伞真的是到底是要遮哪里 就一次拿三只小雨伞 然后三只都不一样方向 到底是要遮什么地方 离题的啦 对啦 我想要问你啦 对 你觉得好妈妈应该具备哪些好条件 嗯 就可以照顾小孩的基本的生活起居吧 嗯哼 就吃饭睡觉玩 很基本的啊 陪读 不用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都还好 其实就是吃穿睡啊住啊 就是类似那种真正民生所需的 嗯哼 那你说陪玩跟陪读的话 我觉得不一定是绝对必备的 对啊 因为其实他也可以他自己发展他自己的时间啊 就是不需要一定要就是什么事情都是紧盯着小孩这样子 对 确实啦 嗯 对 可是我觉得一个特别认真负责的妈妈 通常都会很容易会陷入一个迷思 或是一个自我否定的深渊 就是其实我没有那么好 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最好 或是更好 嗯 这样 对 可是我觉得我刚才讲的真的是很基本的基本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就是要懂得去倾听小孩说话 然后还有小孩真的有心事的时候 你不要不把专注力放在对方身上 嗯哼 因为我觉得专注力是很重要的 对 因为很多人其实你说冷暴力是什么 就是什么事都是冷冷淡淡的 嗯哼 但是如果是他真的有需求的话 跟你讲你要用心的听 嗯哼 然后要给他回馈 回应 那如果是在居家停课的时候怎么办 没有办法一直都很热耶 就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培养一个就是 譬如说 可能你不喜欢陪玩 那也许就是纯聊天的时间吧 对就是譬如说你工作到一个阶段 可能每一个小时可能 可能五分钟或十分钟 不需要一定要就是聊心事那种的 嗯 就是你只是听他 刚刚做了什么事情 他给你看话 然后你问他 哎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 类似这样的时间 嗯哼 就是有一个让让他知道说哦 反正等一下 我安静的做完之后 等一下就可以有这样的时间 嗯 对我觉得就是像我们 我们公司也是啊 就是我们坐一坐 偶尔也会起来到茶水间 就是 讲八卦 对对对 就类似这种时间 但是你也知道那个时间不会很长 嗯哼 但是就是有 就会让整个 呃 大家工作的气氛比较好 嗯哼 你刚刚说讲心事啊 嗯 我有时候就是真的会忍不住 推心置腹的跟罗莉 讲一些我内心的烦恼 哦 比方说就是前阵子觉得 他怎么办都没有课可以上啊 然后觉得啊 收入好少这样子 然后 那你连这个都讲哦 会 然后他就是 他会说妈妈所以你会破产 这样子 可是你不会觉得 只要讲了这种 比较是 啊 那个 就是最近薪水很少啊 或者是 很容易就会发展成 有一种感觉 有点像情绪勒索的感觉 哦不会 我不是 我不是这种 巨型 就是说妈妈就是 辛苦养你 养那么大 你还怎样 等等 我不是这样子 我是说 我真的觉得 还蛮担心钱不够用 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说 哦所以妈妈你会破产 然后我就真的是很不高兴 我就说 这我很不想要 如果说我破产的话 你就什么什么什么 就把一些后果给他讲 他喜欢的吃的东西啊 什么都买不到了哟 嗯 然后 很多次之后 他都没有什么 就是把我的这个 情绪放在心上 然后有一次 我真的是很不高兴的 就是 震慑 对震慑 然后就是原本是躺着 然后就突然坐起来 把灯打开 原本是要睡觉的时候 我就说 你这样子 我真的很不高兴 他才终于知道 严重性 这样 对 那除了这之外 我还有一次 跟他讲说 诶罗莉 我跟你讲哦 我现在有个烦恼 就是 我有个小孩啊 他都不吃饭 然后每次都让我等很久耶 嗯 怎么办 对 然后他就 一派一天真的说 你在说我啊 哈哈哈哈 就完全没有要跟我就是 我在外面的牺牲 就是有一个小孩 就是可能在美国 然后他的爸爸就是 跟我 传讯于跟我说 他都不吃饭 反正他就是 没有要跟你讨论 只要是你的基因 都不吃饭 对 哈哈哈哈 是谁啊 是谁影响的 没有我就想说 他就是很 很射手作耶 但是有时候不想要 就是随便的 归咎于星座 可是我觉得他 真的蛮自我 就是啊 就这样咯 这样 我就是一个 这样子的人咯 然后没有什么 要反省自己的 那个感觉 可是我觉得可以 一派天真 代表他很幸福 因为你知道 今天我们要讲的 这个主角 女主角 他真的超早熟的 对 对就是他完全都 一开始都没什么笑容 嗯 对 因为他被迫要 面临很多现实的世界 对 所以我觉得 罗莉可以一派其中 代表你教育的好 是吗 对 我们的教育好 嗯哼 那我就放心一些了 是 好 可是我还是希望 这疫情赶快过去 因为我真的觉得 小孩需要上学 对 是 真的 对 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 这一部电影叫做 当他们认真编织时 对 那日文叫做 那样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 它是一个句子的前半部 当他们认真编织的时候 什么什么什么 他后面没有说 他就是一个直翻的剧名 嗯 其实乱看之下 完全不知道在干嘛 对 然后我就是在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就是看了这个预告之后 我就觉得 嗯 这部片非常的有趣 我一定要看 嗯 因为我的身边真的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人 就是 嗯 叫做LGBT 这样子的人 诶不止哦 LGBTQ 对 没错 Q是另外一个族群嘛 Q是酷儿 就是 Question 就是 对于自己的性别认同 还是感到困惑的人 对 没错 好 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 LGBTQ 它表示的是 非异性恋的社群的统称 那这个LGBTQ呢 它就是五个族群的 第一个字母 的缩写 首先第一个L就是 LESBIAN 就是女同性恋者 它的日文是 LESBIAN 嗯 然后 呃 第二个G就是GAY 我们都知道 就是男同性恋者 好 那跟英文 日文是念起来蛮像的 再来就是双性恋者 叫做BISECUAL 好 这是英文 那日文叫做BISECUAL 就是同时被异性跟同性吸引的人 双性恋 对 就是喜欢男生 也喜欢女生 嗯 好 那第四个呢 就是T 就是Transgender 就是跨性别者 他的日文叫做Talance Gender 好 就是 差好多 对 就是那个 我还是记英文好了 对 好 那就是指说 不认为自己的性别属于出生性别的人 也就是说 你的生理的性别是男生的话 可是你觉得你是一个女生 嗯 如果你是生理女 可是你觉得你是一个男生 那像这样的族群呢 可能会在青春期的时候 会感受到自己 跟别人非常的不同 就是他可能就是身体有一些 呃 不一样的变化的时候 可是他觉得非常的错愕 或是很混乱 然后觉得很痛苦 这样子的人 他长大之后 如果有能力的话 他可能会寻求别人的协助 比方说爸妈 会跟他们借钱啦 或是自己去努力的打工赚钱 去赚一些 让自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性别的人 就做变性手术 或者是服用荷尔蒙的药物的那种方式 让他们呢 可以感觉到说 他的身体